这里十天 我们来看这个手向大尼 首先从这个手型来看 长长指长是典型的水行手 水行手的人一般个性温和 稍显敏感 比较喜欢舒适的安静的环境 并且富有一手特质 这个水行手的人 指长还是得配 指为龙 长为虎 龙长虎短是指长得配 运势根基还是不错的 左右手都是如此 我们来看这个手指的形态 那么手指的形态 我们来看这个指节间 还是见很多条米康竖文 这个相对左手来看 右手更加的明显 米康米康顾名思也代表 衣食无忧小康不愁 这个四指也是严丝合缝 能守财之进退 从这个手指的形态来看的话 这个食指还是很长 食指长的人 跟兄弟姊妹的缘分深厚 跟原生家庭的兄弟姊妹 即使是婚后 也会和兄弟姊妹 保持密切的来往 互帮互助 甚至在婚后 还是有一些 和原来的原生家庭 保持密切的一种关系 小指还是不错 小指过三关 到老是不愁吃喝穿 跟子女的缘分深厚 晚年能享子孙福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手指的形态 我们来看长秋 长秋来看 水星秋尤其的饱满 特别是左手 左手先天 水星秋饱满的人 天生是口才家 沟通能力强 能言善变 外财不错 比较适合在聚光灯下 走在台前 比较适合这种特点 也非常有个人的魅力 也是代表先天来讲 个性活泼开朗 那么到右手后天的水星秋 会慢慢走弱一些 但是右手后天水星秋 会有钱财术纹 到后天钱财 财运方面会变得更旺一些 尤其是在偏财方面 我们来看食指根部 食指根部的是叫木星秋 木星秋左右手 都是见一些杂纹和 一些褶皱的干扰 这个是传统手样当中的 训工正裁位 如果是见杂纹和褶皱的话 由于正裁有一些 起伏和不定 看到这个 事业线也是见一些断断续续 所以正裁本职工作 还是见一些动荡 这是正裁位 那么我们看这个月秋 月秋饱满 高龙 左右手都是如此 而且我们从脑线的弯曲 有弧度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也符合水人的一种特点 想象力丰富比较注重 今天世界富有艺术特质 那么虎口火星秋对面的 第二火星秋也是非常饱满 为人非常的道德感和正义感比较强 宁可是自己辛苦努力一点 也不为了迎头小力去走 外面邪道 是一个正义感和比较传统正派的一个人 同时呢 这个第一火星秋虎口也不弱 面对一些阻碍和困难 他能够敢于面对迎难而上 有勇气 加上脑线伸长又有谋略 所以说是个游泳有谋的人 那么容易在团队当中脱颖而出 那么金星秋呢 不强也不弱 体质一般 到后天来讲会稍微好一些 那么右手的金星秋更加的饱满 生命线也更加的深刻一些 那么是到后天身体调养 包括随着经验和能力的积累 更懂得身体的保养 这个运势也会更加的顺畅一些 是一个典型的一种 后运 慢慢逐渐走强的一种手上特点 同时呢 金星秋呢 也见后天也见这个 这个暗财文 暗财文呢 也叫藏宝文 这个财在暗处 这是 这个自身耐心发掘的话 能够在财云方面有所突破 这也是非常吉祥的符号 这是掌秋 我们来看文录 文录来看呢 这个左右手对比来看 我们看这个左手先天啊 先看先天 先天来讲呢 脑线和生命线对比呢 有一些一深一浅 生命线偏弱 脑线偏强 所以说这也是 先天来讲是脑力强 体力弱 这个需要增强体质 才能够平衡脑力和体力 运势才能够更加长久稳定 而到后天呢 就刚好颠倒过来了 生命线强脑线偏弱 所以说这个是到后天的话 更加的从容淡定 那么身体也是调养的更好 而且呢 这个不会说是像先天一样 会太过的去 做事呢 太过的去计较得失 这个到后天的话 心态保持的很好 这是 这个 一个对比 当然了 这个后天来讲啊 随着年龄的积累啊 生命力的减弱 会慢慢的啊 在这个 脑线也慢慢的变得模糊一些啊 这也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啊 那么 左手对比来看 感情线呢 也是如此啊 感情线先天 左手先天来讲 非常的深刻 有弧度啊 在这个 35岁之前 在感情当中呢 是充满浪漫和激情啊 那么到了后天呢 40岁往后呢 这个感情线慢慢变得浅淡一些啊 在感情当中呢 也失去了一些活力啊 变得平淡一些 以过日子啊 居家过日子为主啊 考虑的更多是现实的一些情况啊 从脑线偏直 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左手脑线有弧度 右手的脑线偏直 偏直的脑线呢 就是更加的务实 目的心更强一些 更加务实啊 更加偏现实一点啊 那么先天来讲呢 更有一些精神类的生活啊 包括艺术啊 或者是这个 在精神生活非常丰富啊 等等啊 这些东西都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啊 过了40岁往后呢 是考虑的更多是现实啊 那么 从这个流年来看呢 我们注意到身份线初期呢 还是见一些 盗纹和杂纹的干扰啊 这个出生家庭环境一般啊 从这个左手都是可以看到 这方面的信息啊 这个 那么右手呢 都见杂纹和邪纹的干扰啊 这个血液还是受限啊 特别是这个脑线跟生命线 粘贴稍长啊 处事偏保守谨慎 有一些放不开手脚 但是做事计划性强啊 人生路呢 会走得更加扎实啊 步步为营啊 那么 从这个 感情线和结婚线的形态来看 我们注意到 这左手的结婚线 出现一条非常长的结婚线 有点下垂 有点下垂 再加上本身呢 右手来看呢 也是见双条结婚线啊 而且呢 感情线呢 也是有一些 模糊深浅不一啊 所以在感情当中呢 还是见一些动荡啊 从这个亲密关系线的流年来看啊 基本上生命线内侧啊 从流年看在25到27岁左右呢 见一条亲密关系线延伸出来 这也是因缘桃花的到来啊 但是呢 还是见一些阻碍和动荡啊 这是这个感情方面 那么还是要注意的是 这个感情线为天文啊 天文代表父亲啊 所以说这个天文初期见羽毛状啊 容易和父亲的缘分偏浅啊 自身的到了中年之后呢 要多关注父亲的身体健康啊 这是 这个感情方面啊 那么我们注意到事业方面呢 事业线呢 还是有一些断断续续啊 偏浅淡啊 那么左右手都是如此啊 那么 这个在事业方面呢 本职工作还是见一些动荡和起伏 加上刚才讲的 训工才未见杂文干扰啊 所以这个正裁本职工作呢 事业心 第一个事业心要增强啊 第二个呢 在这个比较变化的这种时代吧 特别是这个节奏也很快啊 需要多保持一种努力的学习的心态啊 多多充电呢 能够将自身的格局和眼界打开啊 在事业方面呢 可以多寻找一些其他的机会啊 因为正裁本职工作还是见一些动荡 刚才讲到的 这个脑线也稍短一些啊 这个还是要 多充充电 多学习 那么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啊 一个对比来看的话 还是以后天运势会慢慢的好一些啊 生命线的形态呢 更加的粗深啊 更加的这个深刻一些 另外我们在财运方面也是如此啊 财运方面财运线呢 还是有一些浅淡啊 浅淡 稀疏浅淡 并且呢未成型啊 而且呢 事业线也是断续啊 所以说还是需要补充财库啊 才能够把这个事业和财运稳住下来啊 稳定下来啊 包括刚才讲到的这个 由于事业线的浅淡断续啊啊 导致这个元宝型的财库出现开口啊 所以说容易出现这种财进财出 漏财的局面啊 需要补充财库才能够化解啊 那么到后期我们可以看到在 从流年看 但基本上是在65到68岁左右呢 出现一条向内的分叉线啊 这种分叉线呢 也是代表生命力和能量的减弱 也容易有疾病的侵入啊 这点呢 需要多注意保养啊 养好了这条分叉线会消失啊 但是过了这个坎之后呢 生命线尾端还是能够绕手腕的 晚年可享高兽啊 这是整体的手上分析 我们下期再见